大家好,这里是穷奢计与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彩票之类的活动 不少人都会买来死手气 希望能读得大奖,摇身成为一万富翁 然而,据国外数据调查现实 仅70%的乐透得主最后落得破产命运 207年,洛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指出 仲彩券的人所获得的奖金 会被大脑归类为不劳货帐户 因此花起钱来欠缺思考 不理性的决定,让头彩幸运儿最后搞得破产 比重奖钱的人生更悲惨 一般人会将所获得的钱财分成几个心理账户 若是自己辛苦工作赚来的 大脑会将这些钱分类到辛劳工作所得的这个账户中 所以会谨慎使用,不敢随便浪费 再来,若是额外工作奖金属于奖励自己的心理账户 这笔钱能够拿来犒赏自己 买新手机或出国旅游等 最后一种是不劳而获账户 如赌博或仲裁券得到的奖金都归属于这类 这些钱得来容易,花得也容易 在不理性的豪奢花费下 往往三五年的时间就败光甚至破产 现实上,若假如真有人中了大奖 随之而来的是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奖金和幸运儿接下来又将如何呢? 经济学家英本斯和萨塞尔多特以及统计学家鲁斌 在2001年的一份研究中称 人们常常把意外之财花掉 他们研究了人们中奖约十年之后的情况 发现只存下了奖金的16% 一般人在20到50岁得到一笔遗产或巨额奖金后 或因挥霍支出或因投资不当 很快便会花掉一半 其他一些研究发现大奖往往不能帮助人们度过财政难关 破产在所难免,只不过是推迟了时间 一份研究表明,身份之一的中奖者后来都破产了 在西方,如果有人中乐透 即使奖金高达数亿美元 美国人还是敢大方曝光 但是在亚洲很多地方 大多数的幸运儿则宁可当个隐形人 最好老婆甚至连儿子都不要知情 以免惹祸上身 事实上,国外早有实力 中奖的事情一旦见得光 总会惹来无止境的麻烦 美国维吉尼亚州州立大学心理教授史蒂夫丹尼许 曾经研究一系列中乐透这种横财 对于得主一身的影响 结果发现,许多得主中奖后 人生最后都没有圆满的结局 他举例,2002年 纽约妇人康尼帕克和他的先生 意外中了2500万美元的乐透财 几个月后,两人就因为彩金的分配问题 不仅让16年的婚姻告吹 两人还因此对补公帑 2005年,杰弗瑞丹皮尔中了伊利诺州 2000万美元的乐透财后 招待全家人到加勒比海 搭乘豪华邮轮之旅 并帮双亲和9个兄弟姐妹买了房子和汽车 结果不久,竟然遭到了他的小姨子夫妇的绑架 玄机因要钱不成,开枪将他杀害 另外,每个个人读得最高奖额的杰克·惠克特 下场也很惨 他在2002年耶旦节早上 发现自己中了威力求时尚最高的3亿1500万美元后 也想做好事来回馈社会 他不断捐钱给教堂和慈善团体 无奈,他最喜爱的孙女布兰迪,竟然死于嗑药过度 而他后来除了酒驾,偷窃官司缠身之外 也和太太离得婚 他的前妻说 早知如此,当时就该把那张彩票给撕了 因为中奖仿佛遭到了威力求主轴 以下再分享三个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过的幸运儿 2010年,英国一名26岁的男子麦克·卡罗 在七年前买乐透 幸运地中了970万英镑的投财奖金 原本只是清洁工的他,一夜自负成为了一万富翁 不过,这也让他染上了吃嫖赌等恶习 短短七年内就把将近1000万英镑的奖金画个精光 最后他也只好从10本也回去当一名清洁工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麦克中了970万英镑后 先后送了大约500万英镑给自己的新朋好友 并在汉姆市购买了一栋32.5万英镑的八房豪宅 里面不但有近10台的液晶荧幕大电视 豪华按摩浴缸和健身房 还有一个价值20万英镑的大型游泳池 此外,车库里还停放着两辆冰室和两辆BMW轿车 但金钱不只为麦克带来了物质的享受 还让他染上吸毒漂济的恶习 据了解,麦克自从中奖后 不但常常找人在自家豪宅开毒品趴 每天至少要花上2000英镑来购买古科兼等毒品 此外,麦克还自称 一天能够召计四次 一年下来,至少跟2000名妓女上过床 大约花了10万英镑 麦克还表示,自己很喜欢金子 曾经花了20万英镑购买大量的黄金珠宝 也曾经花了100万英镑在足球与赛马等赌博游戏上 就是这样挥霍无度 麦克在短短7年内花掉了5亿新台币 穷愁潦倒的他,现在不得不从10本业当清洁工 还必须领旧级金度日 难怪麦克最后也只能自嘲 派对已经结束,又再度重回现实了 2010年,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住在斯洛普夏郡的一名58岁男子高夫 原先是个烘焙师傅 2005年,重乐透900万英镑后 便吃掉了工作,开始享受人生 他和妻子用奖金买了BMW最贵的一部车 赛马和足球俱乐部的顶级包厢 前前没事的高夫过了一阵子奢华生活后 觉得人生无趣 而开始染上酗酒恶习 导致杰黎27年的妻子 在中奖两年后跟他分居 他搬进了一间租来的百万豪宅 还以高薪聘请司机和园丁 高夫随后染上了赌博恶习 还遇到了诈骗集团 以投资名义骗了他欲70万英镑 随后因酗酒而心脏病发上升 高夫曾经接受访问时表示 我的人生本来很棒 但乐透毁了一切 如果可以重来 他宁愿不要中奖 他说 我的生活没有了规范 所以我开始一直花钱 最后变得很无聊 他说 我以前只在吃饭时喝点酒 而且朋友很多 现在他们都离我远去了 因为我不再相信任何人 我会劝大家不要买彩犬 据每日邮报报道 现年33岁的英国女士凯莉·罗杰斯 在年轻时有异于常人的经历 才16岁的她 获得幸运之神眷顾 中了190万英镑的财金 想不到财富反而为她带来了诸多不幸 凯莉说 我曾经得了忧郁症 当时还是学生的我 过得很不开心 凯莉坦承 中奖后的她开始放纵自己 不断酗酒 染上毒瘾 乱搞男女关系 还闹自杀 她认识了前科累累的男友 开始吸食骨科茧 为此共挥霍了25万英镑 她说 过去六年 我掉进了一个大黑洞里 一度以为永远跑不出来了 凯莉花钱如流水 把财金花在奢华度假 为家人买房子 名牌衣服及跑车等 她说 我不在乎 因为财富带给我的只有心痛 滥用药物 引发的忧郁症 曾导致她企图自杀三尺 凯莉坦言 年纪轻轻 中大奖 并非好事 有两个小孩的她说 老实说 我希望自己未成中奖 早之前会害人 当初就该把奖金 全数还给财经公司 我年纪太小 加上知晓一无所有 根本无法应付 一息爆争的财富 现在想想 真希望当时有人 能帮我保管这笔钱 等我长大 懂得理财后再还我 当初的横财 几乎已被她挥霍带紧 凯莉的银行 全部存款 仅剩两万英镑 她成为四岁大的儿子 设立一个儿童信托基金 但遭到前男友的洗劫 户头里也只剩下 1.5万英镑 一息报复是许多人的梦想 但是对凯莉而言 却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虽然有人因中奖而不幸 但也有人对中到的奖金 一点都不在乎 2010年 当时连过七旬的加拿大 拉吉夫妇 在七月中的乐透 却慷慨的把 1120万美元财金全数捐出 因为他们相信 施比寿更有福 当了千万美元的路过财神 拉吉夫妇却一点也不心疼 他们说 若你从未拥有 也就无所谓的失去 75岁的艾伦 和78岁的凡欧利特 结婚36年 两人同在1983年退休 住在东南部小镇夏特鲁罗 艾伦说 他们虽不是有钱人 但日子过得还算舒适 今年七月 拉吉夫妇 中了超过 1120万美元的乐透大奖 当时 凡欧利特正因癌症 接受化疗 如何处理这笔横财 和应付想分一杯羹的 各路牛鬼蛇神 一度使老夫妻相当恐惧 且伤神 经过讨论 他们决定把奖金全数捐出 大家有买过彩票吗 最高又中过多少呢 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其实一个人 从没钱便有钱 可能会慌张试错 不知道要如何 好好运用这一大笔钱 如果大家也有中了头奖 却不知道如何 丝毫的烦恼 不妨联络我们哦 好了 这一集的穷尸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按赞 订阅加分享 把小铃铛按下去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条影片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